一踏出病房看到醫護人員就是不斷道謝 这两个字真的不知道说了几百次 但心中满满的感谢 必须让他一再说谢谢 他自从6月8号确诊后 呼吸困难被送进医院 但一踏入病房 病情急转直下昏迷了三天 醒过来后状况依旧不稳定 直到6号终于可以出院 只是回想这段期间 唐先生觉得这条命 真的全靠医护人员救回来的 你们的大爱是把我们救活起来 真的很感恩你们 有几次我都碰过流泪真的 那你们这样把死把尿 没有人可以做得到的 因为我们会去回顾嘛 他平时都是在工地间工作 确诊前是在桃园观音 结果不小心染疫 全家人更因为家庭群聚通通感染 不仅自责 而且一想到自己无法工作赚钱养家 无助的感觉总是在半夜用上心头 用塑胶带装着简单的行李 看得出来确诊时多么匆忙 但康复后最期待的瞬间 就是能见到一个多月都没见到面的太太 这一刻再一次牵起手终于可以回家 也让医护人员好有成就感 又成功让确诊者康复 一家团圆 这一边新闻高中航线轮花莲采访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 TBS News频道并开启小铃铛 也请用手机下载 T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使